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无论郑爽怎么做呢 先不说强大的粉丝如何洗白 大家呢总是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宽容 路人缘极其好 也蠢的是长相和气质的那种楚楚可怜 一次次的做呢都让人觉得是真性情 可是呢这一次完全不同了 虽然呢还是有粉丝帮忙洗地 但三观正确的粉丝早已脱粉 大家呢也看清楚了郑爽不是所谓的真性情 实际上呢郑爽十分的精明 更不是什么恋爱脑 甚至呢可以说是爱才如命 即使呢有样圈内其他明星羡慕不来的路人缘 但这次呢郑爽是没有办法再任性作了 甚至不可能再翻盘 有几个原因 以前郑爽的作呢总归还是一些小事情 粉丝洗洗白 大家呢还是会选择原谅 但这次的带孕器养呢 性质非常的恶劣 这在我们国内是不被允许的 尽管郑爽呢是在国外进行的 但本身呢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这样的行为势必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加上各大官媒呢已经点名 可见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呢代孕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点 郑爽呢还选择了弃羊 代孕加弃羊这完全呢就是超越了人伦道德底线 一个人连道德都不要了 就别谈其他了 郑爽代孕仪式被爆出后呢 官媒发文痛批这样的恶劣行为 言辞呢十分的犀利 如此践踏底线 法律难容 道德难容 很快的广电总局呢也封杀了郑爽 此前爆出郑爽呢在节目中道歉和退圈声明 到现在呢都没有被播出来 只有一些路透有非常大的可能呢 是关于郑爽的画面都不能播了 广电总局呢已经将郑爽列为了 列纪人 并且下架了郑爽所有影视作品 华顶奖组委会发文取向郑爽 获得的荣誉称号 这种待遇呢在娱乐圈是少有的 很明显郑爽的这次事件性质呢 相当的恶劣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成为列纪人的郑爽呢是很难再付出 没有合作方会冒险在选择郑爽 想要翻身呢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郑爽的事情一再发酵 大粉发文选择托粉 众多三观正确的粉丝呢 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以前郑爽再怎么做 大批疯狂的粉丝呢总能帮他洗白 这次呢主力大军已经失去了一大半 本来就是靠粉丝起来的郑爽呢 也然没有了靠山 之前的郑爽的风被解释为是真性情 在大运气啊事件发生后呢很多以前作恶的事情 在被翻出 大家呢看清楚了郑爽的真面目 不是真性情 而是真的坏 随着郑爽事情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网友们 也是对郑爽如今在圈内 几乎可以说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感到了痛快 虽然不少人呢依旧抓着张恒 也是需要被制裁的对象 于是在不断的发生 但是事实上呢网友们也是清晰的认识到 只要郑爽呢不能够继续如愿的在娱乐圈继续下去 其身边相关的人都不会再起什么幺蛾子 郑爽的事件发生以来呢 无论是娱乐圈还是私下没有一人为其发声 甚至于在对比张恒的几位朋友 身先士卒的站出来 爆料细节呢为张恒打爆不平相比起来 真的可以说呢郑爽是相当之让人同情了 除了自己的爸爸 郑爽呢几乎可以说是未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也不是没有网友怀疑 出道这么多年了 郑爽居然连朋友都没有吗 事实上呢并非如此 郑爽多年来的好友呢 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 此前郑爽自己发布自传书 就邀请了相当几位自己熟悉的各好友为自己做事 而在郑爽发书后公开支持郑爽新书的有 刘涛 黄晓明 宁静 杨子 陈学东 陈小 陈奕涵 谢南 于昊明马天宇的那人可以说呢 郑爽的社交圈子还是相当之开阔的 然后呢多年以来郑爽为人所熟知的爽言爽语 不断要网友们调侃郑爽的交不到朋友 应该是没有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 沟通起来很困难之外 也为他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至少呢在演戏上谈词说不清楚呢 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致命伤 也有网友呢表示 二期父母呢强势是立眼的性格 也会影响了郑爽在成长期时候的性格培养 郑爽呢不是没有朋友 而是在事件发生后没了好朋友 也没有人敢于触碰这个眉头 比如说马天宇呢 应该是大家都很是熟悉的郑爽的为数不多的圈内好友中 最亲近的一个了 两人呢还传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绯闻 关系肥浅 在拜托了冰箱中何种呢还专门形容 郑爽呢是马天宇一个比友情还要浓一点的朋友 郑爽 由此可见关系的不一般 但是马天宇呢即便现在出演的作品数量不多 但是只要不傻这个时候呢就肯定是不会站出来为郑爽说话的 而除此之外呢也是因为郑爽事件的问题相当之棘手 所有的明星们都是必而远之了 还能有人凑上钱真的是对郑爽是真爱了 其实呢也是因为郑爽呢实在是在公众面前暴露了太多性格上的硬伤 诸如在这就是铁甲中 因为这一裁判不公所以现场发飙 对着镜头又喊又叫甚至呢还怒怼无尊 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随后的我就是演员排练期间拒绝和任嘉伦沟通合作 在直播的时候因为带货不顺而发飙 推卸责任都是如此 只能说成年人真的是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 即便是郑爽这样的活在虚假的人人爱戴的幻想箱中的人也不例外 郑爽带运气氧一事已经爆出立刻冲上了热搜 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尤其是那段曝光的录音让人大跌眼镜震惊不已 带运在我国呢是法律明令禁止之事 气氧则更是天理难容引发公愤 网友连呼三官被毁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十而立了 郑爽的种种表现似乎连个成人都算不上 更别说成熟了 郑爽呢马上三十岁了 生物学上的成年年龄肯定是达到了 但是他作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 这些年的种种表现 尤其是这次带运气氧事件呢 表明他根本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相反呢却做出了被央视等官媒批为 法律道德皆难容 被网友称为毁三官的事情 作为一位母亲带运气氧 曝光录音中那句 他也打不掉烦死了 表明他面对孩子更是没有起码的责任感 当初他整容的时候 本意可能是想换个风格 成熟一点 但其实却离成熟呢越来越远 但很多粉丝呢却认为这是他的真性情 这是他在放飞自我 真正的成熟呢 是需要整合大人的一面和孩子气的一面的 但这里呢所说的孩子气呢 是那种有创造性的有想象力的 能够把现实感结合进来的孩子气 而郑爽呢在成名后放飞自我呢 其实是一种幼稚的孩子气 是那种不能换位思考 以自我为中心的幼儿状态 郑爽呢在直播间驱赶主播的新闻 当时呢也是引发了热议 批评抨击的人说他无脑 挺他的人说他提醒大家理性消费 据说呢这只是截取的一段 他是看到自己直播销量不好 情绪失控才这样说的 但就这段截取的直播而言呢 觉得郑爽完全沉浸在自我中 话很多 但都是说我怎么我怎么 而且自相矛盾 语无伦次 一会说反感推销商品 一会呢又说他是来推销商品的 而且完全不顾旁边的主播和观众 及其他人的感受 郑爽的不靠谱呢 游来已久 有人说翻开他每次的热搜话题 换了别人早就被踩死了 而他却屹立不倒 而且呢他自报每上一次热搜 片酬就会涨 似乎越作越红 有人说因为网络时代流量为王 负面的东西也能吸引眼球 郑爽的黑与被黑呢 都能带来巨大的流量 甚至有人说郑爽的就是个疯子 而展示疯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也许正因为有这么多不想长大的人 才让有这么多幼稚不靠谱言行的郑爽 在被抨击的同时呢 仍然有那么多的粉丝挺他 甚至呢把这些黑料呢美化成真性情 也许呢他们真的把这种幼稚的孩子气 当成了率真 甚至呢当成了充满理想气味的成熟 但这其实呢是一种虚假的成熟 是一种停留在幼儿状态的孩子气 在该长大的年纪拒绝长大或者没有长大 不仅是可怜可笑的 有时呢甚至是可怕的 这次郑爽能面对上育女的态度 像个小孩子一般任性 没有丝毫责任感触犯了法律道德的底线 好了今天代表姐呢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 再见